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赢在工商铺 Victor 我也很佩服你 其实我见你业务也繁忙 地产投资也有 餐饮业务也有 但我听同事说你仍很好学 你近几年仍有继续不断进修 可否说下你对这方面的看法 在工作中发现很多人不认识 近两年中大读到EMBA 这课程真是大眼睛 认识国内上司公司CEO或高层管理 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管理知识 教授身上有很多最新互联网概念 在工作上会帮助很大 读了两年 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和中国一起上课 两年课程结束了 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啟发呢 知识丰富了 以前学习的BBA或MBA 就是营运性的多 现在发现很多策略性的东西 学习如何分析公司结绩好坏增加 如何收购合拼 上市这方面 未来未来 现在或最近的时间 你有什么课程 或者想去进修学习的内容 现在都在找新课程 包括在哈佛读 以前Alvin读的课程 最近的课程 Stan最近读 Polytech我也想去读 另外平时参加很多讲座 在讲座中业也有很多东西 基本上我每周都有两三个讲座 每周都有两三个 是兴趣的 我很喜欢看书 读学的东西 这些讲座内容是什么范畴 都是IT 创业 地产 餐饮 有兴趣的题目为主 你真是好学不权 但我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场合 都有碰到你面 你真是多 我看我餐饮业的老友聚会碰到你 有些创业创业会碰到你 有些IT范畴你也有去 社交活动方面也比较活跃 可否讲一下你社交方面 我参加很多餐饮 地产 IT团体 组织 也有些造物会董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前媒学到这行业最新发展 其中有一个创业创业会我也碰到你 创业创业会有很多老友 有些我参加活动 我自己有两个基金 一个是创投基金 我们本身也不停找新项目投资 所以要不停去不同会议 听课计 听课计 选项目投资 创投基金又是另一个范畴的业务 为何会有兴趣搞这个创投基金 现在在过来可能接触新科技多 这是大趋势 增长较快 并逼自己学习很多新科技知识 创业人士其实香港也多 如果说到餐饮业务 其实很多创业人士的起步 有些都选择餐饮业务 其实你作为一个前辈 自己也创业这么久 你对年轻人创业有什么心得 或者有什么要忠告他们 我最怕他面对很多疫境时 要懂得如何应付 调整自己的心情 初初肯定有很多不顺利的东西 或者家庭女朋友的压力 初初是很容易的事情 刚刚开始创业多数迷头迷脑 什么人都不理 父母又不理 女朋友又不理 那怎样呢 很大压力 所以要懂得如何平衡 和时间安排要妥当 EQ又要高一点 最好拍一群人一起创会好一点 一来多口诗二来 压力会少一点 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创 应该是大公司吸收足够经验 即是先学学师才创业 或者善用大公司之言 搞内部创业 也是一种一条路 创业民事除了这些心理压力大 其实面对很多资本上 或者市场竞争都大 你有这么多业务开展 你觉得如果面对这些问题 你会有什么方法令他们舒缓得到 我觉得最重要是找同行的人 多些交流吸收他们的经验 行内的人 是的 也可以找基金 基金除了资金给到他们之外 也给到很多意见他们 给到对方向他们 其实现在年轻人创业 刚才我们一路说 你说他在这个年代易又可以 其实难又可以 创业自古以来都不是容易的 你会否继续鼓励年轻人去创业 会 我觉得以前比较竞争大了 难又难又竞争大了 多人做 不过现在创业环境比以前好很多 因为现在政府很多资助计划 也有很多基金可以帮你集资 或者很多比赛 而且近年流行联合工作室 又可以给创业者很多交流 比十多人前多了很多机会 以前我和几位嘉宾一路谈创业 Edwin Lee有说 现在创业比以前容易一些 成本低一些 其实不一定要租店铺去创业 网上都可以创业 所以存活率比以前高 以前很多人说 10个创业9个都过不了头一年 但现在似乎情况又不是 其实现在是比以前很多倍 如果成功的话 增长出得比以前很多倍 你看Google、Facebook的增长多厉害 你又这么忙碌 社交活动又多 又要进修去学习 你平时还有什么娱乐 以前跑马拉松也试过 你跑马拉松吗 这几年没时间了 现在终于行山 最近去年都参加过三个之行 四个之行 今年都会再参加 终于行山 现在没时间行山 就行舖看舖当行山 而工作而而乐 你刚才说 把比重多放在舖位 我看到阿里根兴那些 朝朝都说去跑步 又留言一下舖位 给多少分 你自己看舖也变成了 另外一种消闲活动 完全是 觉得很有趣 一天走很多公里之外 又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做很多分析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 喜欢收藏的物品 有个很怪的嗜好 我很喜欢收藏地产投资书籍 地产投资书籍 香港不是出很多 香港很少 所以我不会去到那个国家 我都去当地书店 找新的书 关于地产的发展 而都去当地图书局 搜索地产的书 现在这么多年 存在也不少 那问你借好 因为 可能是香港最多这方面书的人 香港说真的 你又认识这么多 我又认识这么多 资深的 我当铺位投资者 或者写字流投资者 有谁出过书 还有拖文量出得最多 好像也不是 其他人也不多 不是 香港的地产书真的不多 相对财经是少很多 是 财经分析那些比较多 外国有很多这类书 将不同国家都搜索 可以做一个比较 几年之后又看回来 有些新的想法出到来 你又看这么多 和地产投资有关的书籍 我想问最近期 你有看过哪一本 最近有看过 老友记李根兴出那本 买起金砖头 是 艾远那本买起金砖头 你也看过 我不止有看过 我分派给同事 指定要阅读 我想问你 你看完 买起金砖头 你对艾远那本书 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他相对其他书 不同地方 有很多实例 拿几条街 拿铺来分析 而不是纯粹讲理论 很多细节 平时观察不到 他都讲出来 讲理论 很多人都懂 他真是将实际情况 走去看铺 直接看保习社 美容院 他分析方法 用成本角度去分析 行业成本价格都不同意 看到成租能力 看商机背后 这是很少人会分析 比较少 我也同意 看很多地产投资书籍 其中买起金砖头 就是成本控制 或者成本比例 比较分析得详细 你又看完 你觉得看完之后 对你有什么啟发 有什么帮助 看完之后 我用某些方面 用我现在的餐厅案例 可以看 也帮我计得准确 其实也是 他有4-3-2-1理论 其实挺实用 不同餐所入 不一定是4-3-2-1 当然他不是每个餐饮不同类别 都有接招 我见他分析酒吧 酒吧比例不同 中菜又不同 完全不同 你比较多范畴 酒吧又有 泰国菜又有 快餐店又有 中菜又有 看完之后 自己都会去想 所谓成本结构 是吧 所以酒吧和中餐 已经有很大分别 酒吧可以无理去到九成 中餐很多时候去五六成 差很远 所以多看一些投资书籍 对自己都有帮助 我告诉Edwin 有老友捧场 今天多谢Vector 今天和Vector聊天都学到很多东西 对他好学不倦的 求知识的一种精神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 他参与很多不同社交圈子活动 对于结晰不同圈子的朋友 用了很多时间 值得大家多学习 感谢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